美国新闻界大地震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星期一宣布 解雇工作了17年的著名主播唐雷蒙 但没有说明解雇的原因 唐雷蒙更是抱怨自己是从第三方才知道这个消息 分析就认为导火线可能是他今年初 议论共和党籍总统参选人海利的年龄 唐雷蒙星期一主持 节目后有线电视新闻网就发声明宣布和他分道扬镳 并表示原本有机会让他建管理层 最后却选择在推特发表解雇声明 唐雷蒙随后在推特发文回应 把这项宣布解读为被炒鱿鱼 还说自己非常讶异 因为他认为最起码会有管理层的人 直接告诉他这项消息 没想到竟然是从经纪人口中得知 爆发海力事件后 唐雷蒙同一天内发声明 对自己愚蠢又不恰当的言论感到遗憾 等到誓言风波平息后 才再次回归节目 然后再次回归节目